疫情之后首个十一黄金周 美团 饿了吗等外卖平台发布国庆外卖数据 黄金周前五天 居家外卖消费增长显著 大杂蟹 月饼 鲜花等时令商品订单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 其中 鲜花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大杂蟹销量同比增长近八成 美团数据显示 10月1号至10月5号期间 热门景区外卖订单量较去年同比增长200% 调研显示 热门景区外卖订单近三成来自导游 他们偏爱川菜香菜 订单平均单价超过60元 数据显示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和成都是国庆期间点外卖最多的城市 重庆 杭州 苏州紧随其后 跑腿订单让外卖小哥从送外卖发展到可以送一切 美团外卖的数据显示 10月1号到3号 跑腿日均订单量同比增长151% 其中 跑腿带排队订单同比增长419% 且90后成为带排队订单消费的主力军 现代电视记者龙曼整理报道 明年自然で视频的